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常吃花生会收获五大好处 一 促进人体的生长发育 花生含有十分丰富的维生素与矿物质 需要长身体的人不妨多吃花生 这样可以促进生长发育 二 健脑抑制 花生含有许多氨基酸 这些都是人体需要的 经常吃花生可以促进人体细胞的发育 从而提高智力 就拿其中的赖氨酸来讲 它可以提高儿童的智力 而骨氨酸则可以促进细胞发育 从而增强记忆力 三 延缓衰老 对于爱美的女性朋友而言 可以多吃一些花生 因为花生含有大量的赖氨酸 这种赖氨酸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 对于年龄比较大的人而言 或者是爱美的女性来说 应该多吃花生奶 美容养颜可以抗氧化和延缓衰老 四 润肺止咳 众人皆知 花生榨油 所以它的脂肪油含量也是十分高的 有止咳 滋润肺部的效果 若经常有咳传 气传等现象 多吃花生有不错的效果 五 止血 花生里面含有的维生素种类很多 其中的维生素K 有止血凝血的作用 其实花生外面一层 薄膜止血的效果更加的好 可以有花生止血效果的几十倍 但是那层红衣太少了 所以往往止血还是要靠花生 二 经常吃花生 对血管是好还是坏呢 花生是我们生活中 非常常见的一种食物 经常作为下酒菜被人们所熟知 而除了做菜之外 用于炒菜的花生油 调味的花生酱 都是经常可以用到的花生制品 而花生之所以能够被广泛的食用 是因为其丰富的营养价值鞠躬之为 在花生中 蛋白质的含量高达26%以上 同时富含人体必需的八种氨基酸 以及多种类型的维生素 不饱和脂肪酸等营养成分 由此可见 花生对于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的补充 有很大的价值 甚至还有许多学者认为 花生对于多种心血管疾病都是有好处的 三 花生对于心血管疾病的四大价值 那么花生对于心血管疾病到底有哪些价值呢 目前最有科学依据的主要是以下四点 一 稳定血糖 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 高血糖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而食用花生代替日常饮食中的一部分精致穀物 卤面条 馒头 蛋糕 披萨等 可以稳定人体的血糖含量 起到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作用 这主要是因为精致穀物中会含有更多的糖分 脂肪等能量物质 相对于花生而言大大增加了高血糖的风险 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 曾经做过一个224名志愿者参与的对照实验 此实验结论也是证明了这个观点 如果我们能够用花生来代替生活中的一部分精致穀物 可以在不增加体重的情况改善人体的心血管代谢健康 二 辅助降血压 高血压本身就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心血管疾病 中医认为花生不但有详织的功效 也能够帮助控制血压平稳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食用花生对于控制血压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辅助的作用 并不能替代药物使用 若已经存在高血压的问题 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合理用药 切记自行食疗处理 三 花生衣的药用价值 很多人在吃花生的时候会习惯性地将花生外面的红色皮给清理掉 这种做法是不提倡的 因为花生衣本身是也是营养价值丰富的 其含有黄铜类化合物 花色肝 黄铜以及二氢黄铜等物质 在中医上也是单独可以作为一味中药使用的 中医认为 花生衣具有补气氧血 植血美颜的作用 四 帮助心血管自身调节 LDOC常被称为坏胆固醇 这是因为如果血液中坏胆固醇浓度升高 它将沉积于血管的动脉壁内 逐渐形成动脉周样硬化性斑块 阻塞相应的血管 就像是管道内的淤泥 而我们心血管疾病中非常常见的关心病 就是心脏冠状动脉周样硬化的疾病 所以降低坏胆固醇 对于心血管疾病而言 就能够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 而传统的低脂肪饮食 不但能够降低坏胆固醇 也会让好胆固醇 HDLC降低 好胆固醇 它不但可以辅助血管代谢 还可以清除血管中的坏胆固醇坏胆固醇 所以降低了并非好事 但花生以及花生酱 花生油等花生制品中 都含有丰富的丹部饱和脂肪酸 可以做到降低坏胆固醇和甘油三脂的同时 还不降低HDL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含量 帮助心血管自身调节 预防相关疾病 4.医生提醒 食用花生要注意这两点 既然花生的营养价值如此丰富 那么是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呢 以此来补充营养物质 预防心血管疾病呢 那当然也是不行的 任何事物都是过犹不及的 平常食用花生也要注意这三点 1.不宜一次性多吃 虽然花生中含有的大多是不饱和脂肪酸 但是整体来说仍然是含有大量油脂成分的 如果一次性食用过量 可能会引起营养过剩 引起恶心 腹泻等未尝到的不是 所以建议的最佳用量是一天10-20克左右即可 2.胆囊切除树后的人尽量不要吃 这是因为花生中的油脂成分比较多 而胆囊切除树后是不能摄入大量油脂的 人体内的油脂需要大量的胆汁参与代谢 胆囊切除树后的人 如果摄入大量油脂会增加肝脏负担 长时间甚至可能引起肝脏损伤 所以建议尽量不要吃 5.疾病早发现 哪些症状可能预示着心血管疾病 心血管疾病是一个大的概念 包括心脏和血管在内的血液循环疾病 细分起来种类是非常多的 而且每一种都可以说是实观重大 所以对于心血管疾病而言 如果发现有下面的这些可疑症状 一定不能轻易忽视 首先是与心脏相关的症状 常见有胸口疼痛 胸门 心慌等 以心脚痛为例 患者可能会出现大石头压着胸口或者心脏被挤压样的疼痛 而且这种疼痛还可能会放射到左边的肩膀 后背等位置 这通常是由于冠状动脉狭窄 引起心肌的供血和供养不足导致的 可能与日常生活中的劳累 精神压力等因素有关 因此在日常生活中 充足的休息以及合理的释放压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则是血液循环过程中的病理状态 如全身性的供血 供养不足等情况 主要表现为呼吸急促 头晕目眩 口唇发感等 这种症状可能是由于心脏泵血功能下降 或者局部血管狭窄 动脉硬化等情况引起的 通常是一种慢性的病变 但是其危害同样不容小觑 六 如何科学合理地预防心血管疾病 所以对于疾病而言 最好的办法还是要学会提前的预防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在无形中避免疾病的形成 首先要注意的就是要改善日常的生活方式 做到戒烟、陷酒 烟酒对于心血管的不良影响是得到公认的 所以包括二手烟在内 都要尽可能地避免接触 同时 因为精神压力和过度劳累等情况 可能会造成心机后氧量增加 引起心脚痛等疾病 所以合理地放松 释放精神压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 合理地饮食和运动作息习惯也很重要 如上述的花生 适量的食用 对于心血管疾病的预防就有一定的好处 同时应该避免或者尽量减少对于高油脂、高糖分食物的摄入 以预防高血脂、高血糖等风险因素 而适当的运动和充足的睡眠也是对人体血液循环代谢有促进作用的 建议运动以有氧运动为主 作息上不但要有充足的睡眠还应该规律稳定 最后 对于可能与心血管疾病相关的慢性疾病一定要严格的控制 如上述的血糖对于心血管疾病的影响类似 血脂、血压等因素的稳定 对于心血管的健康也是至关重要的 若已经患有这些疾病 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规范用药 保证这些指标长时间的稳定 以预防其进一步影响到心血管 张先生是一位典型的中年白领 每天的工作节奏紧张而快速 他的生活充满了压力 工作之余 他喜欢与朋友们聚会 享受美食和美酒 然而这样的生活 并没有给他带来长久的快乐 反而让他的身体状况亮起了红灯 张先生最近感到雄闷、气短、两性关系 也因此受到了影响 在一次体检中 医生告诉他 他的血管健康出现了问题 需要立即采取措施 张先生的故事并不罕见 现代生活中的不良饮食习惯和压力 往往会导致血管健康问题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一种天然的血管健康守护者 闪渣、闪渣 这种常见而亲切的水果 以及独特的酸味 赢得了众多时刻的喜爱 对于那些偏爱酸性口感的朋友们来说 直接品尝山渣 便能感受到它带来的清新与爽口 然而 若您觉得单纯食用山渣过于酸色 那么 具有京城特色的冰糖葫芦 无疑是一个极佳的选择 它不仅甜蜜可口 更是深受众人追捧的地道小吃 除此之外 山渣还有一种别致的食用方式 那便是 每日以洁净的山渣泡水饮用 这种做法 不仅能够带来口感上的愉悦 更是一种极具养生价值的日常饮食习惯 每天一杯山渣水 不仅能帮助消化 促进新陈代谢 还有助于降低血脂 保护心血管健康 是即美味又健康的理想选择 一 山渣泡水加衣物 养生效果更佳 山渣 这一杯语为果中瑰宝的天然珍品 蕴含着丰富的营养元素 对人体健康大有益处 科学研究证明 新鲜的山渣 无疑是最营养的食用方式 然而 若条件不允许 泡水饮用 亦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不仅如此 山渣还可以与陈皮搭配 发挥出更多的健康功效 山渣不仅是一种酸甜可口的水果 晒干或经过特殊刨之后 它还是一种常见的中药材 山渣富含维生素C 纤维素和多种矿物质 这些成分对于促进消化 增强食欲 具有显著效果 此外 山渣还有助于健康开胃 缓解消化不良 对改善胃肠道功能有积极作用 长吃山渣不仅能提高我们的抵抗力 还有助于维持身体健康 药理研究也证实 山渣对控制血汁有积极帮助 陈皮是一种常用的中药材 也是烹饪中常见的调料 它含有挥发油 维生素B和锡等成分 能够促进消化 止咳化碳 在中药学中 陈皮广泛应用于治疗消化不良 咳嗽痰痰多等症状 陈皮的独特香气和味道 使其成为烹饪中不可或缺的调料 在山渣陈皮茶中 陈皮的作用不可忽视 它不仅提升茶的口感 还能增强茶的保健价值 当山渣和陈皮配无使用时 可以产生消失健胃 行气散瘀 健体礼器 造湿化碳的功效 这种配舞可以用于 消化系统疾病的辅助治疗 如极慢性胃炎 功能性消化不良 反流性食道炎 反流性胃炎 胃溃疡 十二指肠溃疡等疾病 同时 它也可以用于呼吸系统疾病的调理 如慢性质气管炎 慢性阻塞性肺气肿 慢性肺炎性心脏病等疾病的辅助治疗 请注意 虽然山渣和陈皮具有多种功效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食用 脾胃虚弱者 孕妇等人群应慎用 在使用山渣和陈皮时 最好根据个人的体质情况和医生的指导 来确定使用方法和剂量 山渣陈皮茶的制作方法 要制作这款具有消失化肌 清理血管 控制血脂和血糖作用的茶 我们需要准备适量的山渣和陈皮 具体来说 一般使用十颗山渣和十颗陈皮 将这些食材清洗干净后备用 然后准备一个锅或茶壶 清洗干净 将食材全部倒入 加入大约1000毫升的清水 轻轻搅拌 使食材均匀分布 然后盖上锅盖 先用大火煮沸 然后转小火 慢慢煮20到30分钟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可以闻到食材散发出的香气 这是他们释放出的营养成分 和活性物质的味道 煮好后 茶的颜色呈深红色 香气扑鼻 口感醇厚 略带酸味 倒入杯中 慢慢品尝 您不仅能体验到 茶的美味和香味 还能感受到 它带来的保健功效 这款山渣陈皮茶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使用 经常饮用可以帮助消化 改善味肠道功能 清理血管垃圾 山渣陈皮茶的健康益处 山渣陈皮茶 不仅是一款令人陶醉的饮品 更是一款极美味与健康 与一身的佳品 每一口都蕴含着唇厚的口感 和扑鼻的香气 让人仿佛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中 而它所蕴含的健康益处 更是让人为之心动 这款茶具有出色的帮助消化 消失化剂的功能 山渣富含有极酸 能够促进胃液的分泌 增加胃肠蠕动 从而改善消化不良的症状 而陈皮则能够理气健脾 帮助消化系统的正常运作 两者结合 能够更好的清理血管中的垃圾 促进血液循环 有助于控制血脂和血糖水平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 这款茶 无疑是维护心血管健康的得力助手 然而 我们也要明白 山渣陈皮茶 并不能完全替代 医学治疗或健康的生活方式 它只是一种辅助手段 在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基础上 能够更好地发挥它的功效 因此 在享受这款茶 带来的美味和健康益处的同时 我们也应该保持均衡的饮食 适量摄入各类营养素 避免偏食或暴饮暴食 此外 对于特定人群 如孕妇 由于山渣可能带来的潜在影响 建议避免食用山渣陈皮茶 在享受这款茶的美味时 我们也要关注自身的身体状况 根据自身情况适量饮用 李先生长期因为工作压力大 饮食不规律 导致消化不良和血脂偏高 在医生的建议下 他开始注重饮食调整 并尝试饮用山茶陈皮茶 经过一段时间的坚持 李先生发现自己的消化状况 明显改善 血脂也有所下降 他感叹 这款茶不仅口感好 还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健康益处 山渣陈皮茶 虽然不能直接质疑疾病 但它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改善身体状况 为健康提供一份助力 当然 在享受这款茶的美味 和健康益处的同时 我们也要保持理性的态度 不要过度依赖它 而是应该将其作为 健康生活的一部分 与其他健康习惯相结合 共同促进身体健康 二 对心血管健康有益的水果 除了山楂陈皮茶 还有许多水果 对心血管健康 有着积极的影响 一 奇异果 早在2006年 罗维奥斯陆大学 针对961位70岁以上的高龄者 进行流行病调查 结果显示 28天连续吃两颗奇异果 可抑制血栓形成 降低15%的中性脂肪 另外 美国农业部研究报告称 猕猴桃的综合抗氧化指数 在水果中名列前茅 远远超过苹果 梨 西瓜 柑橘等日常水果 能够有效地抑制自由基的氧化反应 这也对血管有好处 二 香蕉 香蕉中含有丰富的铭元素 甲元素 而这两种营养物质 都对于血管健康有好处 美对心脏活动 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 它通过对心肌的抑制 使心脏的节律和兴奋传导减弱 从而有利于心脏的舒张与休息 同时 其还能防止药物或环境的有害物 对心血管系统的损害 提高心血管系统的抗毒能力 甲离子可以促进 那离子的排出 扩张血管 降低血压 还能防止胆固醇在动脉内沉积 保护血管 另外 甲还能影响心脏的收缩 帮助调节心率 此外 香蕉中还含有丰富的四氨酸 以及五 抢四氨的成分 他们都对睡眠质量有益 睡得好 对血管也有益 三 丧刃 历代一家认为 丧刃乃是丧的精华所结 胃肝性寒 乳心 肝 肾三精 要用价值高 乃滋补加品 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 丧刃含有18种氨基酸 同时 还含有多种维他命 如维他命 B1 B2 C A D和胡萝卜素 还有花青素 苹果酸 以及钙质 铁质等 营养十分丰富 除了其中的抗氧化物 对血管有保护作用 丧刃中的脂肪酸 主要由亚油酸 硬质酸 及油酸组成 具有分解脂肪 调节血脂 辅助预防血管硬化等作用 4 草莓 草莓以其鲜艳的颜色 和甜味的口感 备受欢迎 它富含维生素C和抗氧化物质 对于保护心血管健康至关重要 维生素C 能够增强血管的弹性 防止血管硬化 而抗氧化物质 则能够帮助我们 清除体内的自由基 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此外 草莓中的叶酸成分 也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5 樱桃 樱桃以其色泽鲜艳 口感甜美而著称 它含有丰富的 花青素和抗氧化物质 对心血管健康具有显著的保护效果 花青素能够增强血管的韧性 防止血管破裂 而抗氧化物质 则有助于清除体内的自由基 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 同时樱桃中还含有一定量的钾和美元素 有助于维持心脏的正常功能 6 苹果 作为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水果之一 苹果以其酸甜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成分 而受到人们的喜爱 苹果中含有大量的纤维素和果胶 这些物质能够有效地 帮助我们控制胆固醇水平 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同时 苹果中的抗氧化物质 也有助于清除体内的自由基 保护心血管系统免受损伤 虽然山楂具有诸多益处 但在此 不得不提醒广大朋友们 市场上的那些山楂小吃 包括山楂条 山楂片 山楂块等 并不推荐大家频繁食用 因为过量食用 可能会对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首先 山楂在经过加工制成小吃的过程中 其原有的营养和功效 往往会大大降低 像榨汁 高温煮汁 烘烤 成形等工序 都有可能造成山楂中 营养素的破坏 尤其是那些不耐高温的 维生素C和各类酸类 损失尤为严重 因此 其功效自然也会大打折扣 由此可见 山楂制品小吃 往往只保留了山楂的外在 皮囊 而将其内在的灵魂 损失殆尽 其次 这些山楂小吃的含糖量 往往过高 为了提升口感 生产商往往会添加大量糖分 长期食用 这种高糖小吃 可能会导致糖分摄入过多 对于血糖控制本就不佳的人群来说 这无疑增加了健康风险 因此 糖尿病患者 孕妇早期 患牙齐的儿童 以及胃酸过多的人群 应尽量避免食用 我们应该理性看待山楂的健康效益 它虽为加过 却不能取代药物 因此 切勿盲目跟风 过量食用 正确的食用方式 才能真正享受到 山楂带来的健康益处 家住重庆市的李先生 他近日被诊断出患有糖尿病 李先生对自己的身体健康 感到非常担心 并开始寻找一切 可以改善糖尿病症状的方法 在一次健康讲座的偶然机会中 他听说了化生 对于治疗糖尿病 非常具有好处的故事 故事中的主人公是一位中年人 他的遭遇同李先生一样 作为一名糖尿病患者 他每天都会吃一些花生 作为零食 虽然化生中也含有一定的脂肪 和碳水化合物 但是他发现 每次他适当地食用花生后 检测血糖时 他的血糖水平没有升高 相反 他感觉血糖控制得更加稳定 李先生感到了震惊 难道花生对于控制糖尿病 具有好处吗 花生可以帮助糖尿病人 控制住血糖吗 1. 花生控制糖尿病为何如此神奇 花生的糖指数较低 这代表着花生与普通含糖食物不同 花生在人体消化过程中 会逐渐缓慢地释放糖分到血液中 从而不会导致血糖的急剧上升 这对于糖尿病人控制血糖水平 并减少血糖的波动 具有相当大的好处 花生富含膳食纤维 而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肠道 对于食物的消化和吸收速度 并且膳食纤维可以在控制血糖水平 急剧上升的前提下 同时提供饱腹感 减少糖尿病患者进食量和食欲 花生含有的多维健康脂肪 花生含有健康的脂肪 例如含有单部饱和脂肪 多部饱和脂肪 这些脂肪可以帮助糖尿病人 有效降低胆固醇含有水平 帮助其在心血管健康方面得到改善 这对于糖尿病患者的血脂水平控制 是有益处的 花生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花生是一种健康的 并且优质的蛋白质来源 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 补充足够的蛋白质 有助于帮助其维持肌肉质量 和并对肌体组织进行不断的修复 但是凡食都具有两面性 食补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 有好处也有坏处 更别说一颗小小的花生 虽然适当的适量的食用 花生会对糖尿病患者产生积极的影响 但一旦食用过量也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二 花生食用过多的危害 会导致营养的过度补充 过度食用花生 会使花生中蕴含的某些营养物质 营养过剩或者营养摄入不平衡 这可能会导致对身体健康造成不良负面影响 这种不平衡的营养摄入将会严重致使其他重要营养素 不能及时足量地进行补充 如果过量食用花生而忽略了其他均衡饮食中需要摄入的重要食物 将会导致人体中所需要维生素 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的不足 花生中类含有丰富的脂肪和碳水化合物 摄入超过人体所需的花生数量 将会导致人体中富含的热量过剩超过所需要的标准 并且高热量摄入将会导致体重的增长和以及过度的肥膀 糖药病患者本身在具有身体健康隐患的前提下加剧心血管疾病 糖药病加重和其他健康问题的风险的并发症 花生过敏是食物过敏常见的一种摄入方式 人体摄入超过正常所需要食用的花生可能将会引发过敏反应 包括皮肤臊痒 呼吸困难 消化不良等一系列的不良症状 对花生过敏的人应避免食用花生或花生制品 会导致消化问题 花生内有一种叫植物纤维的纤维物质 过量摄入植物纤维将可能导致人体消化不良 腹长 腹泻等一系列的身体问题 有些人因为体质原因对花生的纤维不耐受 会特别容易出现消化不良症状 会导致盐的摄入过高 一些花生制品 比如花生酱和胭脂花生 其中类含有比较高的盐分 摄入过多的盐可能增加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而盐摄入过高的害处还不仅仅体现于此 首先 摄入过高的盐是导致高血压的主要因素之一 摄入过多的盐的同时将会增加体内纳离子的指标含量 而纳离子的指标含量过高将会导致体液珠瘤以及血压的升高 长期高血压会增加心脏病 中风和其他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高盐摄入与心脏病和中风的发病风险密切相关 高盐摄入将会导致患者血压升高 增加动脉壁所收到的压迫力 使血管内膜受到损伤 导致动脉周样硬化 加大心脏病以及中风病发的风险 高盐摄入会增加肾脏的负担 导致患者肾小求滤过滤的增加 加重使肾脏的功能运转变缓慢 长期以往可能会导致肾脏功能的损伤 以及往慢性肾脏疾病的方向发展 高盐摄入会使尿液中盖的排泄量加大 从而影响盖的吸收和骨密度 使盖的吸收速度变缓慢 并使骨密度变小 增加患者骨质输送的风险 高盐摄入会使人体内的水分快速逐流 造成身体的浮肿和水肿 因此食用花生对于普通人来说尚且要适量 过由则不及 对于本来患有基础疾病的糖尿病患者来说更应如此 那对于即将进入的炎热酷暑听起来说 鲁花生是一道无论男与老少都爱吃的一道开胃美食 在夏天食用花生对有何好处呢 三 夏天该吃多少花生呢 夏天吃乳花生可以对人体所流逝的能量进行补充 夏季气温过高 人身体里的汗液流逝的速度会非常的快 而花生里具有丰富的脂肪以及碳水化合物 具有非常高的能量价值 能够给人们提供持久的能量补充与充能 炎热的天气和户外活动离不开能量的摄入 夏季因为炎热酷暑的天气 同时也是心脑健康多发的季节 花生中含有的维生素液和不饱和脂肪酸 对于维持心脑血管健康具有重要的帮助 因为维生素液是一种抗氧化剂 它可以使细胞免受自由基损上的影响 把心脑血管疾病夏季并发的风险简直最小 在夏天多吃花生具有调节体温的作用 因为花生中所具有的一些特定的成分具有散热作用 它可以帮助人体在高温炙烤之下调节身体表面的温度 在夏季高温中尤其是在户外工作的人们 适量的食用花生能够帮助身体表面保持干燥凉爽 缓解因为汗液流出而导致的不舒服的感觉 夏天吃花生的肚 因每个人的个体差异不一样而有所差异 这取决于每个人的身体状况 饮食习惯和营养需求等客观及主观条件相结合 根据美国农业部的膳食指南 成年人每天的坚果和种子摄入量建议为约1.5盎司 约42克 这包括各种各样的坚果和种子 如花生、杏仁、核桃等 但是如果你有特殊的健康状况或饮食限制 比如花生过敏、糖尿病、高胆固醇等健康问题的影响 那就不应该盲目地食用花生以避免摄入过多 应该咨询相关的医生或营养师的 量身定制适合你的特定的花生摄入量 此外 花生也是热含量较高的食物 每100克花生的热量约为567卡路里 如果想要合理控制体重 那就需要严格控制热量的摄入 应注意适量控制花生的摄入量 避免过量摄入导致热能量过剩 四、花生的储存 但是同时需要注意的是 夏季由于天气酷暑难耐 十分炎热 不方便食物的住藏和保存 这将会在极大程度上引起花生的霉变和变质 因此在选择和保存花生时 不仅要注意食品安全 尽量选择新鲜的、无霉变的花生进行购买 还要注意储存的条件 把花生存放在在干燥、通风的环境中 在购买花生时 尽量挑选外观完整 外表无损伤和无明显霉变的花生 避免购买到以破裂或闻着有意味的花生 将花生存放在干燥、通风、具有良好的住藏条件的地方 避免花生因受到潮湿和高温环境的影响 而至少花生产生雷变 将花生放入密封中其中 可以防止空气和潮湿对花生质感的一个影响 使花生的保质期适当地延长 可运用家中的玻璃罐、塑料密封袋 或使用专用的食品保鲜盒等 对花生进行一个保存 避免将花生暴露在阳光直射的地方 因放在干燥比光处 因为阳光的照射会 致使花生产生一个变质 如果想要长时间保存花生的新鲜 可以将花生放入冰箱的冷藏室或冷冻室 并且在将花生放入冰箱冷冻之前 将花生放入密封袋中排除空气 冷冻可以延长花生的保质期 但要定期检查存放的花生 如果发现有霉变、异味或变质的花生 应立即将其丢弃 食用花生基本上能够提供人体所需的大部分的营养 增强人体结构免疫力 促进肠胃的健康消化和以及改善体力 但也要在食用时注意适度和均衡 避免过度补充和忽视整体饮食的原则 在进行食用花生之前 咨询好医生或营养师的建议 搭配好人体所需的膳食营养均衡 根据个人的特定需求和身体健康 评估状况进行合理的营养补充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